再点片区一下 这边是判断留言 当然也是输出一个这个 到底是或者是A这个变数 或者是把这个Logout这个登出 都可以 就是管理者他在这边可以登录 或者是要登出的时候就Logout出去 那留言的人呢 留言的人他就是 去执行这一个 一般留言这个 这个edit.php 这是一个anchor 一个超连结 连过去 那 然后 我们还没看到smarty变数 smarty变数共有几笔留言 这个就是smarty的变数 共有多少笔留言 然后呢 然后for each 就是from all 这个我们要做这个 每一次就是一个row 所以这边是在做even跟odd 就这个 要做class 要做我们做 一行一行的要变色 我们刚才看那个 是有 一个 一个 一笔留言是这个颜色 另外一个笔留言要变另外一个颜色 一行的变色 所以 所以这个 for each for which 这个是smarty的 我们昨天昨天有看 for smarty的这个 一个function 然后我们要做回圈的话呢 item等于row from all 就所有的这个 然后 那我们 就不用一个一个做 就只要 只要设定就可以了 有变色的地方 摆在这里 LI摆在这里 那下面是不是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的话呢 叫显示删除跟编辑的功能 所以看看是不是管理模式 如果是admin呢 if admin的话呢 那就 编辑 还有删除 编辑的话呢 是row id 编辑哪一个 edit这个row 那 那如果是 删除的话呢 就是 operator 等于dl 然后还是对哪一个 也是这个row id row id 是样板变数 我刚才前面看那个 样板变数 那等一下php里面要跟这个样板变数要连结起来 php里面的那个 就跟它连结起来就ok了 那 如果click的时候呢 就 return confirm 确定要删除 其实onclick是javascript 这个我们就不去管它了 那不能说这是一个 Dome里面的一个event 这是一个事件 这是洞里面的事件 这个 你去click它 要删的那是一个事件 事件的时候呢 就confirm 然后删除 然后row message 这row的这个讯息 在这里 好那这个就 就把这一个 网页变成样板 然后程式 那程式里面 那为了避免 避免这个呃 呃呈现太多 所以我们要加分页功能 那分页功能这里有一个地方特别要注意的 有一个地方是 我们前面没有谈到的 我们只有在这边才第一次谈到 我们为什么要分页 资料库里面把留言抓出来 量太大了 就分页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我们过去怎么做呢 就查询资料库 所有的资料 然后呢 把它放 传入pager物件 然后pager的时候一次 pager要产生分页内容 然后分页以后看到哪一页 就这样一直在循环 那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呢 这样做有一个问题 如果资料库里面有一万笔资料 我现在就把一万笔资料 通通拿出来 然后把它pager弄完以后再做 所以 这样明显的就讲 效率问题 我如果使用者只要看十笔资料 我只要看一百笔资料 你把这一万笔资料搜索资料库里面拿出来 就 就是一个没有效的一个 应用 对不对 那如果使用者可能会看到未来的一万笔 他就把它拿出来 那就是很好的 那减省了后面的资料库 access 所以要看 要看的状况是什么样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多 就是你一次资料库 的查询要拿多少 我们过去是不考虑的 但现在我们要开始考虑了 那如果开始考虑的话 那我们 流程改变一下 改成这个样子 15-13页下面这个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就这个 这个时候做什么呢 就是资金商家取得目前的页码 然后再查询资料库 取得目前页码范围内的 譬如说11笔到20笔 就你不 不 看看现在他第几页 那 然后把他 相近的前后的这些 抓 资料库 抓出来 你不要一次把这一万笔 统统抓出来 那 或一次抓100笔 前后50笔 或前后多少笔 那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需要 不需要这个 一次抓太多 然后使用者他到前后 他也可以 也可以找得到 他要找的 那些资料 那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考虑到效能的程式写作 那过去我们 一开始在写资料库的时候 一次就把他全部抓出来 然后再来看 没有多少笔 就这样做 可是如果你在大的资料库里面 或者是 笔数比较多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大概用这种方法做 所以这个 这边的这个例子 他的分页功能有考虑 用 用上一次步骤取得资料 建立目前页码的分页内容 然后目前页码传到配角物件 产生分页连结 然后分页连结再选择 这个配角ID 要浏览页码 就他 他这个不是一次全部 做事 他考虑了现在的 这个页码 相关的 这些资料 来把他抓 资料库里面抓进来 那这个是蛮 算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的程式设计师 好的设计 就会做这个 不好的设计 你会发现为什么那么慢 就是为什么会有出问题 就是不考虑 这个 资料库的负担 好的 那再来就 看这个 点PHP的 就是这个 我们这边的 主程式 刚才看index.tpl 这个主程式里面的逻辑 当然就是 这个样的 取得 就要取得分页 主要是分页 比较啰嗦一点 取得目前页码 的范围内的留言资料 读出各留言的资料 设定分页参数 取得分页连结 然后显示留言 所以在分页的地方 做的比过去要复杂一点 但是就 就 资料库而言 他的效率会比较好一些 OK 好 那这个 呃 城市一样好 城市当然有些很基本的就是 include require once 这些东西该该包含进来就把它包含进来好 那我们用到资料库用到smarty 用到pager 这几个pail的套件 那这个 没有用到mdb2 资料库 smarty跟这个 有mdb2 db有mdb2 那然后 反斜线 这个都要做的 反斜线 资料库相关的 使用者怕 这要使用者输入什么东西 你就怕他这个 反斜线 这个 我们php过去的包袱 就必须用mystrip 来处理 就是叫mystrip flash 他帮我们加了反斜线 我把反斜线给拿掉 然后 设定 设定比数 每个页每页要显示的留言比数 所以perpage是五页 就五 我每一页显示 无比留言 现在我们是 总是要规定一个值 然后初始化 smarty物件 smarty的这个几个 目录 smarty的物件 等一下我们最后输出的时候 是用smarty 是用那个template smarty template 所以 工作目 然后再设定相关的session变数 session里面 看看session里面 现在是不是管理模式 然后 管理者是谁 这些变数 有没有 有没有建立好 因为现在 我们这index.php 基本上 你可以小考虑 这是第一次要进入的人 第一次进入 或者是等一下 有些人 管理者用用以后 又要进入 所以他有可能是第一次进入 也有可能是 管理者用了一会儿以后 再来进入 再来进入 所以 我check一下 这个session是不是管理的 那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就set the false 那管理的user 现在就没有 那 那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 那 如果是有的话呢 如果现在是管理者的模式 然后又是 某一个管理者的话 那就把他这些东西呢 assign到 admin 跟admin user 就是这个 admin user 跟那个 把session的 这些变数 跟我样板里面的 那个 样板里面的这个变数 把它给结合起来 如果有的话 如果是使用者回来 现在是使用者登录的状态的话 那 然后呢 就资料库的部分 那资料库的话 就留言的 留言总比数有多少 那如果没有设定的话呢 就查询总比数 就session total rows 这个 这个total rows 是 总比数 我说资料库 这个不一定要查询 就是这是一个变数 这个 在买兴股里面 特别讲过这个部分 那 那 那这个 如果是没有 没有这个 设定这个 total rows 的话呢 那就去select 留言编号 from 这个 然后呢 match number row resout 变成session total row 把它变成这个session 变成session